我的2019款哈佛H4今天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熄火之后 出现狂转 熄火之后依然狂转 风扇依然在躁动 我这车是19年的6月份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故障 之前可能有一些故障 很多人觉得可能无所谓 小毛病什么的 但是这个问题 作为你们这些水军来讲 你们这些人来讲 就是当年骂我的前人来讲 你们能接受得了吗 他莫名其妙又好了 你说他 刚才啊 我准备把东西放下之后 出来 准备打四面电话了 结果这个问题 结果我出来之后 发现他竟然莫名其妙又好了 你说这 但问题他出现了 后面如果再出问题的话再说吧 但愿不要出现在路上 哪次我跑长途 结果一下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或是到一个偏远地区 我老是去偏远地区吗 熄火 熄火他也一直转 就不停的转 他可能一直转到电瓶没电 徜eremiah 诶